大家好 今天是8月3日 星期二 市場少少先升 而後急背 事源因為騰訊的股價大幅度受壓 股價直至11.25分左右 曾經低見423個多 距離上一次的低位422元 其實只是差一個多元錢 連帶BillyBilly都出現過百元的下跌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行高開54點 去到26,289 其實這亦是今日暫時的高位 只有在騰訊和新經濟股受壓下 指數一度回到25,774點 距離昨日的低位25,743點 只差幾十點 其實可以這樣說 今天的高位或者暫時的低位 都仍然走在昨天的波幅裏面 直到這一分鐘 8月份的形態都未出現先低或者先高 可能下午會出來都不頂 我們儘管看看 我一直都強調一件事 大市由上星期二 即27日的低位24,740點的反彈 去到上星期四 29日的高位26,335點 其實反彈勢頭是漂亮的 因為三日之內高低的幅度已經升了1587點 但有一點未中不足 就是指數恆子始終沒有發指走回到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老實說 現在恆子就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而最接近延止的移動線就是十堅線 已經跌到26,347點 在技術上來說 如果恆子能夠回到十堅線樓上 就出現了一個技術上初步轉定的勢頭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仍未見得到 換句話來說 市本身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後秋反彈 反彈後 技術上、形態上 仍然處於一個玉士底的格局 大家可以拉闊一點看 今年市由2月18日的高位 31,183起步跌 去到7月27日的低位 24,748點 今年的波幅跌了6,435點 即是說 如果以年度計 這個波幅不算特別少 但相對過去四年看 其實這個波幅只是一般 因為2018年全年的波幅 是8,944點 到2019年全年的波幅 少一些 只有5,438點 但去到去年的波幅 又再擴闊到8,035點 簡單說 6,435點的全年波幅 不算是特別多 勉勉強強 亦可以滿足整年的要求 問題就是 現在這波市的下跌 不是技術上的因素阻造成 是政策面的推動 而令資金卻步 所以拿著貨少 老實說 風險壓力有 不過不大 重仓的 你不做風險管理 辛苦的一定是自己 好似近期的內需板塊 全部都受壓 啤酒 體育用品股都受壓 近期這兩天 水泥股板塊就轉用了 其實可能受到雨災之後 龐大的基建 一定要啟動 需要甚麼呢 當然是水泥 不用說 所以安徽海拿水泥 華氧水泥 和3323中國建財 這個星期來的走勢 都似乎是優於大事 最終有三種衍生工具 給大家參考 只是參考 光西銅 今天仍然在16個多元錢 徘徊 似乎是轉定下來 不過有沒有新進資金作給納 這就要拭目以待 有隻認購證 15702 行使價是18個百號二 海拿水泥 914明顯制受已經轉強了 今天曾經見過41.3% 有隻認購證16004 行使價是44.98 提供給大家參考 比亞迪一直都強勢 不過老實說 整個大市氣氛所累 可能的升勢 多或少都受到虧限 今早最高見過272元 其實相對高位 可能更高一點 有隻認購證164.18 技術上 它的行使價是288.88 這個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有隻認購 除非可以進行 如此 地方 擔任